俄羅斯和烏克蘭被譽為世界糧倉 戰爭爆發 誰是糧食危機的最大受害者 最大衝擊的是非洲老百姓 戰爭持續 糧價上漲又會帶來什麼 容易誘發更大規模的社會動盤 《鳳凰聚焦》 俄烏戰局《糧荒警告》正在播出 《糧荒警告》 這裡是《華潤鳳凰聚焦》 俄羅斯是重要的世界糧倉 烏克蘭也是歐洲人的糧倉 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新統計 小麥 俄羅斯是全球最大出口國 烏克蘭排第五 古物 俄烏兩國出口 兩國出口佔全球三分之一以上 大麥和葵花籽 兩國出口佔全球約四分之一 而俄烏戰爭爆發後 烏克蘭的春波大量中斷 兩國的物資出口也都受到限制 聯合國糧農組織近日警告說 疫情和氣候變化 已經使得糧食供給減少 俄烏衝衝突更讓情況雪上加霜 俄烏戰爭對全球糧食供給 到底究竟影響如何 又有多少人的生計會受到危險 三月末 烏克蘭南部的土地 率先迎來了春天 一年一度的播種季開始了 這裡是烏克蘭傳統的農業區 奧德薩 毗林羅馬尼亞邊境的農村 人們全副武裝守衛家園 這個武裝被奪得很久 今天事件只為探索 反正今天我們準備用這個武裝 保護自己的國家 家庭和家庭 道路中斷 讓他們幾乎切斷了和外界的聯繫 雖然沒有遭受炮火的襲擊 但是農民的春耕依然困難重重 但是他們的糧食在糧倉裡 已經無法售出 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3月9日 烏克蘭政府發布了一則公告 將禁止向全球出口小麥 燕麥 小米 蕎麥等 其他重要糧食作物 以及一些副產品 如糖 活牛 肉類等 烏克蘭政府稱 他們這樣做 是防止本國出現人道主義危機 穩定市場 並滿足民眾對重要食品的需求 我會努力在烏克蘭政府的食物 在烏克蘭政府發布 內地的困難 和戰爭在烏克蘭政府 我們的重要項目是烏克蘭政府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項目 給我們做好事 3月14日 俄羅斯總理簽署臨時法令 今年6月30日前 禁止該國向歐亞經濟聯盟國家 出口小麥 黑麥 大麥和玉米等股物 實際上我們可以算總量嘛 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加在一起 小麥是5000萬噸 然後再加上烏克蘭3000萬噸的玉米 這樣就8000萬噸 然後再加上一些大麥 就把所有的股物 零星的小平均全部算起來 大算 匡算一下是1億噸 實際上就是經濟落後一點的地區 人均佔有的糧食大概是400多名左右 1億噸糧食將會影響到 多大的覆蓋面積呢 2.5億人口 北約七國集團和歐盟 在3月24號同一天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峰會 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 敦促俄羅斯停火 否則埃及等非洲國家 將面臨饑荒 烏克蘭向全球50多個國家售賣糧食 其國旗藍色的部分 代表藍天和海洋 黃色則是小麥的顏色 象徵烏克蘭以農業立國 2021年俄羅斯出口小麥佔全球小麥出口量的 21.99% 烏克蘭佔比10.54% 兩國總計出口6285萬噸 佔比32.5% 俄烏被稱為世界糧倉 實至名貴 那麼誰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糧食依賴度最大呢 受到影響最大的呢 是中東北北還有南亞地區 如果你讓我去Name一個一個國家的話 那麼首當其衷的是埃及 埃及這個國家1億的人口 80%的小麥 依賴於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糧食進口 突尼斯 35%的糧食依賴俄烏 還有阿爾及利亞 巴基斯坦應該是有三成以上的小麥 也是依賴於俄烏進口 而巴基斯坦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友邦他們的飲食當中 小麥也是最主要的糧食 摩洛哥也百分之幾十 這個所有的中東北非國家 它都高度依賴俄烏的糧食進口 烏克蘭位於歐洲東部平原 國土面積60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六個江蘇省的面積 人口只有4400萬 相當於江蘇省人口的二分之一 而這廣袤的平原 正位於世界三大黑土地分布區之一 烏克蘭一國的黑土面積 就佔全世界黑土總面積的40% 但是這個國家似乎並沒有在 糧食生產上下太多功夫 所以小麥大概一公頃四噸 玉米一公頃大概是六噸 一公頃六噸是什麼概念呢 就一畝地大概400公里 如果說在東北吉林的黑土地上 我們一畝地是 大概能到一噸的產量 就應該是它的一倍以上 天然資源太好了 天然餅富太好了 所以它這個成為在國際市場裡面 一個重要的農業的出口商 烏克蘭的糧食因為價廉物美 運輸成本低 備受市場喜愛 糧食出口禁令發布之後 3月13日 烏克蘭農業政策和食品部 第一副部長塔拉斯·維索茨基稱 烏克蘭的糧食產量 是其國內消費量的5倍 烏克蘭有足夠的糧食儲備 滿足需要 過去一年裡 烏克蘭的糧食出口 佔到整個國家出口總額50% 它真的需要囤積5倍 於本國需求的糧食嗎 因為它的出口主要是通過 臨近克里米亞地區的黑海 來輸送到中東和北非 那麼這條貿易通道 應該說目前是處於 俄羅斯部隊的控制下 所以它沒有辦法 俄烏戰爭爆發前 俄羅斯黑海艦隊 莫斯科導彈巡洋艦 在黑海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此時烏克蘭海上的運輸 已被嚴重影響 同時 實力薄弱的烏克蘭海軍 加緊了對亞素海的巡邏 海運是烏克蘭出口糧食的主要渠道 實際上 半年以來 烏克蘭的糧食出口額正在激增 數據顯示 2021年7月到2022年2月 烏克蘭的小麥 大麥和玉米的 海運出口同比增長 都超過了30% 2月24日 俄烏戰爭爆發 俄羅斯宣佈從凌晨4點起 關閉亞素海航運 戰爭爆發後 烏克蘭黑海和亞素海的所有港口 事實上已停止工作 導致烏克蘭糧食無法出口 這裡比往日冷清了許多 但是海上並不平靜 俄羅斯還公布了 從黑海發射巡航導彈的畫面 一個月以後 3月24日 亞素海港口發生爆炸 烏克蘭海軍表示 他們襲擊了 停靠在亞素海 貝爾迪亞斯克港的一艘 俄羅斯海軍運輸船 然而海上運輸依然在俄羅斯的掌控之中 如果說烏克蘭的出口 因戰火加燃而止 那麼俄羅斯也擁有 遠超於國內需求的小麥 它為什麼也出台出口禁令呢 西方國家的制裁 同樣阻止了俄羅斯大規模的出口糧食 為什麼呢 因為踢出Swift系統 這個國際金融電報系統之後 它的信用證 俄羅斯的出口商的信用證 等於全部取得了 沒有信用證支持的情況下 大宗商品的出口是不可能的 還有一個就是俄羅斯央行 超過一半就是3500億美金的資產 外匯資產都是被凍結了 你這種情況下 俄羅斯聯邦恐怕有心無力 它單靠它自己是無法恢復 它的對外出口的 無論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出口禁令 會持續多久 他們是否還有出口糧食的意願 事實上他們的糧食 已經無法正常進入國際流通市場 用於貿易的世界糧食 突然大幅減少 隨之而來的就是糧價的一路狂飆 僅僅三周 國際市場小麥價格就上漲40% 全球的糧食的價格 它是彼此相互聯動的 小麥的價格抬上去之後 也會把別的抬上去 烏克蘭一個國家 佔全球玉米14%的出口量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玉米的大碗家 玉米和小麥都抬升之後 大豆實際上也被迫被抬升 因為價格是聯動的 實際上在俄烏戰爭以前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世界糧食價格已經一路高漲 聯合國糧農組織三月公布的價格指數顯示 小麥 奶茶品 穀物 菜油和糖在內的五種糧食價格指數 從2021年1月的113.5% 一路上漲到了今年2月的140.7% 聯合國糧農組織日前也發出警告 如果僵局持續 全球糧食價格可能在目前創紀錄的水平上 再激增20% 從馬拉維到瑪格里布 俄烏戰爭導致的食品價格急劇上漲 讓非洲人面臨更沉重的壓力 在馬拉維 麵包的價格上 在馬拉維 麵包的價格上漲 在馬拉維 麵包的價格上漲 它是更加困難的 因為價格上漲漲 比以前的價格上漲 我們現在只需要兩盆麵包的價格 現在只需要一盆 我們現在花了更多 在馬拉維 麵包的價格上漲 在中東 一些本就動盪的國家 也因俄烏戰火雪上加霜 根據聯合國的報告 今年下半年 超過16萬也門人 很可能陷入饑荒 這一預測數字是此前的五倍之多 另外 也門總人口中接近三分之二 將在今年下半年無法滿足最低食物需求 合計約350萬的婦女和兒童 到年底可能會嚴重營養不良 俄羅斯的財產 約90%的食物 和幾乎所有的油 和其他重要的食物 很多這些食物 更加困難得更加困難 而且更加高的價值 這個預期的供應的減少 導致價格急劇上漲 那價格的急劇上漲 就導致原來 那些欠發達的國家 更是無力進行糧食的 進口的貿易 導致它們的糧食安檢 會面臨更大的這樣一些危機 和這樣一個問題 俄烏戰局持續 雙方軍力繼續在烏克蘭東南部城市 馬里烏波爾展開激烈巷戰 在基輔外圍也有交火 俄方在23號表示 戰爭已經持續超過一個月 如果戰火推高了糧食價格 那麼那些無力購買更多糧食的國家 是否可以依靠儲備糧渡過難關 熬過戰爭帶來的糧價波動呢 伊拉克的糧食股 並不超過三個月的營養 我們需要儲備食物 在外面的糧食 因為國家在患上 激烈危機和水漏 像激烈的濃烈 在貿易和伊法治河中 涼油儲備 坦白說 在非洲地區 南亞地區 甚至東南亞地區 都是很弱的 肯尼亞大概有10天 20天的糧食儲備 就不錯了 其他非洲國家可能 連這點基礎的糧食儲備都沒有 它是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 俄烏戰爭帶來的蝴蝶效應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 傳導到世界多個地方 糧食的價格是否還會繼續上漲 生產出來的糧食又會如何分配 那些高度依賴俄烏糧糧食供給的人們 該怎麼辦 鳳凰聚焦 下節繼續關注 烏克蘭西部里夫涅一個油庫 28號晚間中彈後著火焚燒 李夫涅官員證實有油庫遭受導彈襲擊 俄烏衝衝突之後 糧食價格的上漲 已經讓飢餓線上掙扎的人們 繃緊了神經 未來的糧食價格更加不樂觀 但是糧價上漲只是讓貿易商賺走了更多利潤 農民並沒有走出困頓 因為新冠疫情和自然災害 糧食的種植成本在過去的兩年裡被不斷推高 而現在戰爭打響之後 化肥的價格又增長了40% 化肥的生產過程當中 是高度依賴化石能源的燃燒 因為國際市場上你找不到跟俄羅斯化肥 可以相媲美它的價格和品質的化肥 這個不可能 俄羅斯對全球化肥供應舉足輕重 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氮肥出口國 世界上第二大假肥出口國 零肥出口量 據世界第三位 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紛紛出台 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之後 化肥最大進口國巴西表示 為了確保食品安全 不應當制裁俄羅斯化肥 巴西85%以上的化肥需求 都依賴進口 現在已經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實施了一些制裁措施 但化肥行業我們仍然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 如果情況發生變化 我們現在態度就必須非常謹慎 現在我們與最大的假出口國加拿大 進行了更深入的對話 我們要用化肥 巴西農業部門表示 他們正在積極協調進口其他地區的化肥 出乎意料的是 美國還沒有表示制裁俄羅斯的化肥 3月10日 俄羅斯工業部方面就表示 該國決定將禁止向不友好國家出口化肥 消息一出來 國際糧食市場大幅震動 全球化肥價格開啟新一輪的上漲 化肥的短缺 成本的上漲 進一步傷害了農業生產國中的弱者 最不發達國家是要鼓勵糧食增產的 這些國家 新加坡這些國家 它們不生產糧食 但它無所謂 反正多花點錢買吧 最慘的就是這些沒有錢買不起的 糧食都買不起 化肥這些農業投入品 它也是買不起的 包括古巴這些國家 化肥的投入下降了以後 產量的這個波動是30% 現在的問題是化肥漲價了以後 有部分國家是買不到的 俄烏戰爭也讓一些國家的政府 感受到壓力 在西班牙 農業成本的增加 已經讓農民不堪重負 俄烏戰爭導致的化肥等生產資料的漲價 讓他們雪上架霜 3月20日 來自西班牙各地數千人 參加示威遊行 他們無法抱怨戰爭 把矛頭直接指向了當地政府 希望政府可以調整政策 保證農民的運 我們要考慮六次、七次更多 在過去五年 沒有人抵抗 我們無法抵抗 這個地圖是一個絕對 沒有人聽到 我們都聽到 我們都聽到的 我們也有的 我們都聽到的 有一個計劃的動力 為了抗爭的情況 我們在我們的營業 也為了一個計劃 也為了一個計劃 就在烏克蘭戰火燃燒的時候 2月26日 法國巴黎 法國國際農業展開幕 展會上 法國農民對於俄烏衝突 導致肥料和農資價格的上漲 也憂心忡忡 每一個驚慶忠 每一個影響 都會影響 有的影響 影響的影響 在中國的消息 激烏衝突然 每一個影響 也在其中一個影響 通過這兩個影響 也在農總共濃度 而是在農業 我們去年末 我們是幾乎的延期 春天已經來臨 烏克蘭的農業生產 面臨重重困境 但是戰火之下 烏克蘭人深知 農業對他們未來的重要性 我們不停地 因為我猜過 在戰爭的戰爭 現在我們的社會是另一個戰爭 戰爭是保持安全的 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 荷利沃夫戰火下的種植相比 奧德薩總體上較為安靜 現在正是亞歷山大佩特科夫 在地裡播種向日葵的時間 他所屬的公司 在奧德薩南部兩個地區的 五個村莊負責種植 他也開始了忙碌的春耕 但現實的問題是 目前他們的生產物資 只能維持幾天 現在的忙碌 也不知道能持續到什麼時候 我們在旁邊的生產物 我們在旁邊的生產物 我們現在的生產物 我們現在有些營物 我們有些營物 我們現在還沒有 我們現在還沒有 我們在狀態上期待 我們在最上方的營物 我們已經開始了 洪水營業 我們在三五個月 我們沒有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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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觀察 但是看著現在的情況 我們在任何事件都會停止 就是沒有貨幣 沒有機會批評所有人 在任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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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的這個形勢下 肯定會在糧食的種植和生產上 帶來相應的影響 按照相應的國際組織的預測 今年烏克蘭的小麥的種植 可能會縮減30%到35%左右 包括大麥等等 今年是最糟糕的這個局面 北美地區 美國和加拿大 是1200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 大豆和玉米以及小麥的產量 預期都遠遠低於去年 澳大利亞正在經歷千年一遇的水災 整個澳大利亞東部沿海 現在一片澤果 那麼這些也都衝擊了全球的糧食生產 和糧食和口糧的供應問題 近兩年 世界多地連續遭受極端天氣 糧食生產本就困難重重 俄烏戰爭除了造成 烏克蘭的糧食減產 其他國家也因為戰爭影響 糧食產出雪上加霜 22號發布的無人機視頻顯示 馬里烏布爾的工業區 發生猛烈爆炸 發布視頻的烏克蘭國民警衛隊 亞素營表示 3月22日 我們能否輸出 我們能否輸出 當我們被禁止 我們被禁止 被禁止 烏克蘭 糧食 油 草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俄羅斯國防部26號指 俄軍一天之內 擊毀117處烏克蘭軍事設施 烏克蘭南部港口城市 尼古拉耶夫 然而 戰爭還在持續 遙望戰火 那些生活在糧食危機中的人們 擔心他們未來 會發生更大的災難 在剛果 四分之三的家庭 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由於各種物資嚴重依賴進口 戰爭之後 物價飛漲 最讓他們絕望的 就是糧食價格進一步上漲的預期 國際的大型的糧食企業 基本上 尤其是貿易上 也都預測 今年到5月和6月 全球糧食價格會到新的高點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這就說明了一件事 就是全球糧食供應的這個彈性 已經被拉到了機制 很明顯是價錢會繼續拋棄 我認為兩月以來 會很決定 對我們的國家在西方的國際上 我們會感受到這個戰略 與歐洲和歐洲的戰略 聯合國糧農組織 3月11日警告說 如果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糧食出口 因戰爭而長期受阻 全球營養不良人數 有可能從800萬增至1300萬 食物、油和水分 財產是階段的 財產是被拘捕 財產和禁止的財產 當充分的品牌 都在暫時有些高度 這就是吃了最少的 最少的 而且在地上 為不保持在政治上 和威脅 在舵面巾迴避 落後的國家 發展的國家和最不發展國家 一方面是資源不來 另外一方面是什麼呢 社會治理的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地下 所以它這個是相互交織的因素 糧價上漲以後 容易誘發更大規模的社會動盪 只是這個 在這個社會動盪之下 會進一步加劇糧食分配的惡化 本來大家多付一點錢 就可以買到糧食 現在有可能會導致什麼呢 你支付更高的代價買不到糧食 這個有一些的小國 它可能就面臨這種風險是增加的 2021年 因為自然災害新冠疫情 全球已經有20多個國家 處於爆發饑荒的邊緣 2022年 俄乌戰爭爆發的蕩月 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的 食品價格指數刷新了歷史峰值 達到了140.7 同比上漲了20.7% 因為俄乌戰爭 生活陷入水深火熱的 不僅僅是烏克蘭人 只有早日實現和平 才有希望幫助生活在危機中的人們 渡過難關 感謝收看今天的鳳凰聚焦 我是陳寗 下會